其实像我们在台湾樱花 在我们国内这一套流程 我相信在您或者是好几位的 以前的主管当中这样带您下来 这个企业文化精神是延续得很好的 那这几年我们看到台湾樱花 也开始布点海外了 尤其在两年前我们也到了越南去 设立我们的分公司 如果在海外的这个布点当中 除了越南 当然我们看到很多高科技产业都过去 它不仅有未来的前景 甚至有很多的人口红利 在海外市场 您还看到了哪一些布局的可能性 现在海外来讲 亚洲是我们一个蛮重要的 未来要去发展的 那因为东协它是一个 现在是一个人口红利最多的地方 而且那边的消费开始在起来 消费已经开始在上来 所以在东协会是樱花 未来要好好去经营的 那东协要去经营 第一个点就越南 越南里面不管它大概有九千多万人 平均年龄三十几岁 那个收入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经济体 它是所有的 不管跟中国 日本 欧洲 美国 他们都有签免败顺的经济体 它是一个相当好的地方 所以我想除了我们英国 应该有很多台湾企业都往那边走 那我们在那个地方 我们两年前开始投入 其实这个品牌在那边也四十几年了 大概三十年有了 那是一个代理商 那后来两年前我们谈一谈 我们就变购 变购下来 那它会是我们东南亚的一个集体 未来像我们现在在看的 缅甸 马来西亚 菲律宾 那个都是我们要慢慢地侵蚀过去的 其实像各产业 这两年都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地人政治 我不晓得在我们厨卫店这个产业 有没有碰到同样的一个 等于说我们必须去考量的这些点 这一块我们倒还是比较没有 比较没有 比较没有 因为我们这个产业是家家服务必需品 刚需的 一定需要的这个东西 所以到目前我们还没有碰到说 有这个因为政治上的问题 这一路上走来 您应该也有碰到许多的贵人 如果说要提一位 是让你印象最深刻 也最感激他的前辈 您认为是哪一位 我们的创办人兄弟 我们鹰蛙的成立是他们两个兄弟 创办人 一个是负责外部 一个是负责内部 那我早期是在内部 在工厂里面 所以我刚刚在讲 那一直给我轮 一直跟我轮 从基层作业员 然后上来到一个中阶主管 到中阶主管的时候 到课长的时候 就轮了好几个部门 然后派出去受讯 然后又派到业务单位去 营管 服务 反正公司里面的部门 除了财务部 那个专业我没有办法 其他都呆过 其他应该大概都有呆过 资讯没有 资讯那个专业我也不行 所以我非常感恩他们 非常感恩他们 因为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另外一个感恩就是 他信任我 后来我接总经理的时候 我前阵子 也在跟我们的创办人讲 我们创办人跟我们董事长讲 我说 我接这个总经理 大概十几年后 他们从来没有 主动来找我 讲说你这个应该怎么样 这个应该怎么样 从来没有 他们都放权让你来做 创文的授权 创文的信任 那当然我还是每个月 会把省力表 交给他 省力表交给我们的董事长 我们的创办人 让他看我们的业续怎么样 所以对我们整个的团队 我们的董事长也好 我们的创办人 几乎是非常相信我们的团队 这个我想特别感恩他们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阿土伯 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也让我们看到 将近一甲子的一个企业 怎么样发展一路的严格 非常谢谢你 也祝福你 祝福台湾樱花 谢谢你 谢谢 谢谢所有的这些观众朋友 新年快乐 好 角色者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